這邊就顯示不出來,因為它已經包在PHP裡面 所以這種處理方法 我們來看一下,裡面的話基本上 大概就是從這邊開始 我的head 然後底下的話就是我的那個表 我的那個 把它改成程式碼 那這邊的話,第一個各位看,心情標題 那我這邊的話,input type 大概幾個名稱,第一個就是 Name的話,我就是Stitle 那寬度的話,給它50 第二個的話呢,有那個心情天氣 天氣的部分的話,當然我用它,原來是radio 它的預設值value就012 那它的名稱的話呢 叫做b,小寫的b Whether W大寫 bWhether 然後呢,再來就是 心情計事 心情計事的話呢 就是那個 前面是 這個是一個區域 就是Test Area 然後呢,它的名稱就是 Smemo 另外的話,Rose Rose的話12 那Column的話6 Column就是它的藍 所以列的話,大概就給它一個12列吧 然後大概藍的話,給它60個字 的寬度 的一個文字藍位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與朋友分享部分的話 那我們一樣是用那個Test,名稱的話就 XFrance 寬度的話大概就40 大概就40 不過 要把兩個放在一起的話,基本上有點 有點 比較難度高一些 我建議是你把它拆開來看 先把它 丟給另外一個,最後把它結合在一起好了 不然的話這個難度可能太高了 你乾脆 再另外增加一個接收的 把這一個 拆成兩個好了 那裡面的名稱大概記一下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我看階段性 先拆成兩個 最後再把它結合在一起好了 OK好,這裡的話 分別有這些名稱 那怎麼樣 跟前面一樣 只是說我接收到之後 我要把它秀出來 秀出來的裡面的東西的話 基本上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 把它列出一個清單 那個上面的名稱稍微改一下 這個地方 這個就是 Stitle 這個的話就是 Bweather 然後 裡面的值的話就是 1 這個是2 這是3 Bweather 這個的話就是 Smemo 那這個的話就是 SFriends OK,設定好之後的話 把它save一下 再來的話 把表單丟給誰 這個時候的話 我們再建一個 PHP2好了 請各位 再開一個新的檔 這個檔 我們用PHP好了 所以這邊的話你乾脆 剪空白頁 裡面的PHP 建立一個新的 要把它另存新檔一下 另存新檔的 名稱就是這個 在106底下 乾脆 點這個把它改成2 就是另外再起一個 我們先把它分兩階段 應該這樣 各位 比較熟悉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 你需要顯示一些東西 在這個裡面 Body跟Body中間 按個Enter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的話 因為在第一體底下 它其實 已經給我們一個 顯示出來這個DIV 這個DIV就是將來要顯示的那個格式 就是我們看到那個清單裡面的東西 那所以你把這個 在 那個PHP1之底下 這邊會有這個 你把這個DIV 複製 貼到PHP2的這個 Body跟Body中間 好 那把這個DIV 把它放到 這個Body跟Body中間 就是 我們將來要顯示的東西 不過呢 我們現在還少什麼 因為現在如果說你現在 丟應該可以丟得過來 不過你現在直接把 這個東西執行的話 它應該可以查到2 不用你填了一些東西 可是問題 怎樣 你填完之後 按寫下有沒有 這個等一下再把它刪掉 寫下的話 它會跳到第2 沒錯 可是呢 出來的東西 它並沒有接到任何東西 只是一個空的 所以呢 我們要怎麼樣把 第一個 日期加上去 辛勤加上去 辛勤天氣 然後標題 這幾個 也就是它丟給我的 我要接到 OK 這裡的話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我們先把它拆成兩個 等一下再把它合在一起 接下來就是要 傳遞 這個 資料 給那個表單 哪個表單 假設我們分成兩個 一個 第二個表單 然後用Pause的方法 那它接的話 特別注意 前面有講過了 就是接的時候的話 它也要能夠接到 我們要的 不過 在做這個之前 各位可以 先去 就是一件事 第一個那個 它的圖有沒有 沒有出來 所以圖的話 在這邊 所以你直接把這個圖 在這個圖啊 這個